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拿到绿卡以后的社保和医保福利 很多人会问到,那我拿到绿卡以后呢 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呀 这方面呢,大家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美国的福利特别好,什么都包括 有的说美国的福利很差 像小马过河嘛,水济不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 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 应该说比其他很多国家还是要好的 尤其是在有了奥巴马医保以后 美国呢,是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呢,各州的这个医保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社保,social security 那么这个社保呢,是和工作相关的 一般来说呢,你需要在美国积累40个点 每一个点呢,理论上呢,是这个工作一个季度 就是40个季度 但是实际上呢,这一年里呢 你并不需要四个季度都工作 你只要有1000多美元的收入 就可以算积累一个点数 这一年里有五六千美元以上的收入 这一年呢,就算是可以积累四个点 工作十年,中间不需要是连续的 间断也可以 每一年有至少五六千的收入 就可以有社保 收入多一些呢,拿到的社保也会多一些 社保的扣除呢,有一个上限 从工资上,一般来说每年十几万 会随着通货膨胀变化 在退休以后,可以领到社保的钱 就从65岁 当然你也可以提前领 那这样每个月领到的钱就会少一些 那简单来说,在美国要工作40个点数 或者叫40个季度 或者说呢,10年每年呢 有几千美元以上的收入 就可以 如果说从来没有工作呢 如果Pail曾经工作 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用Pail设保 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Supplement Income 但是这个呢,对于身份啊 别的就有一定的限制 总体来说呢,美国的政策还是鼓励 有更多的人来工作 那有的人讲到,哎呀,我已经40岁了,50岁了 我现在要是移民美国 我这个社保怎么办理啊 这个呢,我们一般举的例子 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 Good Enough教授 他是97岁拿到诺贝尔奖的 一直都还在工作 那么美国这个工作呢 也并没有一个年龄的歧视 可以做自己想要的工作 那你自己呢,自雇 作为这个灵活就业的 这个contractor,这个叫self-employed 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关于医保,坦率的说呢 美国过去是存在有一些短板 但是呢,有了这个奥巴马医保以后呢 应该还是说情况有很大的改观变化 很多雇主为员工呢 提供这个医疗保险 美国的医保呢 一个优点呢 是很多是上不封顶的 如果说万一重大的疾病 不会出现这个叫因病治疲啊 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对于有的人 雇主规模比较小 不提供医疗保险 这个呢,现在有了这个奥巴马医保 如果说呢,就一个人呢 他的收入在贫困线的100%到400%之间 个人年收入在1万多到6万美元之间 就可以有奥巴马医保的政府补贴 自付的金额就会少很多 更多的如果你希望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推荐 我们熟识的一些保险的agent 提供更多的信息 除此以外呢 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 很多州呢 还提供一个叫medicade 中文也有不同的说法 叫白卡 都是比较liberal相对福利比较好 或者说税收也比较高的 这样的州 那有的州比较保守的 比如说密西西比州 那他可能州提供的medicade的福利呢 就比较少 当然相应的税收可能也低一些 所以呢 这个也看 你住在哪一个州 当然联邦政府可以提供一些补贴 目标呢 是给低收入的人 提供这样的医保 一个人一年有1万多的年收入 可以用奥巴马医保 如果收入比这个还低 或者没有收入呢 那么有可能可以用medicade 如果对于正常工作的人呢 他教的呢 除了social security以外呢 还有一个叫medicare 在退休以后 可以用到medicare医疗的福利 这里讲到的呢 是拿到绿卡以后的 这个并不是说呢 你只有拿到绿卡以后 才能够享受这些保险福利 拿到绿卡以前呢 也是可以的 那么简单来说 如果你在美国工作 那么不管是自雇 还是为其他人工作 正常情况下呢 都可以积累 社保和医疗保险的福利 对于自雇的人来说呢 有了奥巴马医保以后呢 也有更多的优势 重复一下呢 优点在于 第一呢 上不封顶 第二呢 没有pre-existing condition的限制 这个人已经生病了 或者有慢性疾病 那么他也可以买医保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呢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呢 关于比如说 在美国交税啊 等等其他情况 可以参考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和在美国攻略专栏的 其他相关文章 简单来说呢 只有新的收入 才需要交税 那如果是在美国的房产 当然可能要交财产税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如果按照正规的渠道来交税呢 美国的税率呢 从字面上来看呢 比中国呀 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呢 都要低一些 好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